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玩玩一下我們TPPN 那基本上這部影片之前原本還有一部 就是我們龍的影片 就是電刃煉氣龍的影片喔 但是因為今天這部影片實在是太精彩了 所以就跟大家先來分享一下 那大家看到我們這部影片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賽季結束的時候 應該是已經是我們9月2號的時候 所以應該會有一些新卡包喔 之後哲平會再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的 賽季一的時候大家還滿常組的一套 我們這個就是熊火龍的紅綠的空彈牌喔 那這部牌的話基本上還算是滿好玩的 基本上就是打一個紅綠屬性喔 那主要來說就是把我們的雙擊角色都放上場 就是我們這些蓋兒啊 或是我們的卡路斯 就是兩隻都可以打一個雙擊的 然後繼續疊我們的攻擊 把他疊起來之後呢 再用我們的熊火龍這邊的那個英雄技能喔 也是我們第二招這個賦予一個單位 可以增加他那個就是我們如果 就是用我們紅色的牌增加我們攻擊力的話 我們熊火龍這邊上面的使用次數就會增加1 那加了越多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用這個空戰的效果的時候 就是他會再幫我們加攻擊力加更多喔 所以是一個還滿恐怖的一個新英雄技能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原本因為最近的話呢就是 賽季快要結束了 所以有觀眾是建議哲平趕快打到我們的B4喔 不然原本哲平是卡在西啦 因為卡在西的時候你打我們競技場的時候 遇到一些就是玩家是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是比較好去刷一些寶物的喔 那這邊的話B4的話呢 你就是下一個賽季的話降階的話 只會降到我們B5 但是如果你是我們B5的話 基本上就會降到我們的C5喔 所以有些觀眾是推薦哲平趕快打到我們的B4 結果昨天的話基本上我只打了3場 我原本是C1的滿顆星 我打了3場之後就直接升了B4 因為是一個三連勝喔 那再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昨天的獲勝的畫面 基本上第一場的話是打我們的亞伯威斯卡 第二場是我們滅激龍 再來是我們彈丁 前面兩場都是大家還滿討厭的 就是我們的黑色的破壞牌 那我們就先來打打看給大家看一下喔 第一場是我們的威斯卡 那這副牌的話要玩得非常... 就是不會說那麼困難啦 你主要來說的話 你拿到綠色的愛陸貓的話 就是先去疊一下你下面的MP 那疊起來之後呢 再把我們一些紅色的角色放上去喔 那這次是剛好遇到的就是 威斯卡不是破壞我們的角色的 所以基本上是還滿好打的 因為他如果是破壞我們MP5以下的角色的話 對於我們這種紅綠套牌 就是混色套牌來說的話會比較尷尬 因為我們的角色一定就是MP5以下的喔 這邊的話我們第一手就是先放出 我們的愛陸貓先來跑一下我們的MP 放出我們愛陸貓之後呢 下面的MP條會變成金黃色 就是代表會加滿快的喔 然後再來放我們的愛麗絲 那現在的話就是該死該死洗牌了啦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加一些攻擊喔 那對面的話是一個召喚流的威斯卡 所以他這邊犧牲了兩點的血量 直接召喚一隻角色出來 馬上就是疊了一加兩點的攻擊力 疊到我們上面那隻愛陸貓 他直接就是召喚兩隻角色出來 把牠場的鋪滿啦 那他中間那隻的話是16的空戰 下面是38的一隻角色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有出了 我們兩隻比較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蓋爾跟我們的卡洛斯 這兩隻是非常重要 因為牠們是雙擊啦 所以你只要讓牠們疊起來之後呢 再用我們的那個 熊火龍的攻擊的話 基本上是打對面是打得非常痛的喔 那我們這邊就先把我們蓋爾 先上一下我們攻擊BUFF 這副套牌的玩法就是 你只要一直幫我們的角色上BUFF就對了 但是有時候如果你遇到一些 就是毀壞套牌的話 比如說像威斯卡這種有黑色套牌 可以毀套牌的話 盡量是把我們那個攻擊力分開上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把我們蓋爾跟那個愛陸絲分開上 好 那我們這邊已經跳出了 我們那個熊火龍的招式了 但是我這邊的話還不打算要用 我們就等下一波出來 因為剛好我們那隻蓋爾 基本上是已經要死亡了 那我們就放我們的卡洛斯 卡洛斯這邊是19啦 所以其實他的體質還算是蠻好的 攻擊力只要慢慢疊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會使用這張就是憤怒猛衝喔 使用憤怒猛衝的話 就會加2的攻擊力 加上去之後呢 還會加我們就是 主戰者的蓄力 蓄力代表就是我們下面 左下角的AP會再加一點 這邊直接變成39 39之後呢 這邊的話我是直接幫他放了空戰 原本剛剛是想要快撞到的時候按啦 但是手速不夠快喔 這邊直接變成一個77 那77打到對面身上的話 基本上會打14滴血 因為這隻角色的話他是雙擊的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他用了破壞上面那隻角色 來回復自己7點血 所以他不打算要破壞我們這邊角色 不然就是他沒有抽到啦 所以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我們這邊果斷先上一個護盾喔 然後他如果再加一個牌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再繼續疊一下 我們那個就是攻擊力 這邊的話我應該還是會再疊一下 我們方的這個單位攻擊力 加1加1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打到差不多16滴 所以雙擊的角色再配上我們空戰 算是還蠻噁心的一個組合喔 所以這套套牌的話 應該是可以從我們的C打到我們的B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他主要偏意的快攻啦 所以是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打一下的 那這邊的話 對面使用英雄主戰技 直接拉了一隻68的怪上來 然後直接被我們打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這張牌是可以就是 回復我們隨機一個單位血量HP加3啦 所以剛好回到我們卡洛斯就是已經做穩了 那對面的話這邊只剩8滴血 然後他也沒有辦法拉怪或是回怪的話 基本上這場裡的話 就是我們的勝利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喔 好 這邊的話他一直就是讓自己的復仇角色 到我們的那個ES POC 所以他一直想要辦法叫角色出來 但是 基本上他這邊的話 他的那個MP也只剩下兩點的 所以要叫角色出來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這麼可能 而且加上我們這邊卡洛斯是一個空戰的 所以就算叫一個地面單位來防守我們空戰角色 我們還是直接把他給貫穿喔 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場的話我們這邊就取得我們勝利 所以我們這邊就順利的升到我們的那個 B階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B5的一場比賽 就是我們滅激龍喔 來看一下 那滅激龍跟我們的威斯卡一樣 都是屬於黑色套牌也是蠻麻煩的 而且這次是A4的滅激龍喔 感覺蠻可怕的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套牌比較關鍵就是 如果你有拿到我們這個啦 就是莽撞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打了很沉盾的傷害 因為你疊起來之後 莽撞直接K下去基本上會非常可怕 那一開始如果有愛路貓的話 都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先疊一下愛路貓 因為像我們魂勝牌組來說的話 就是需要更多的MP啦 因為這樣會跑得比較快一點點 就是打一個比較快牌的感覺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直接抽到了三張莽撞 就代表真的是如果疊起來的話 會很爽 因為基本上你看我們這邊 卡洛斯如果他是一格的攻擊力 如果再加上我們這個 就是憤怒脈衝的話 基本上會加4點的攻擊力 再加上我們就是 空戰的效果 再加上我們就是 熊火龍的效果的話 應該是可以加到7、8點的喔 那7、8點的話呢 打兩次的話基本上是16點 16點再加三次的莽撞 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把對面打到歪掉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想辦法先讓我們的英雄技能先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疊了我們的招式 直接加4點攻擊力 那目前來說的話是已經可以發我們的AP技能了 但是我這邊的話還很貪心 我又全面再加一次了 所以這邊再開了一次我們紅色的那個 就是加攻擊力的套牌喔 就算紅色加攻擊力套牌的話 就會累積到我們熊火龍這邊 使用次數就會變成三次 三次的話基本上3加6的話就變成我們的9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打 增加攻擊力加到我們的10或是9喔 好這邊直接加上去之後呢 直接變成9喔 直接打18滴沒有問題 然後再加一個莽撞 直接帶走GG喔 那基本上如果他有毀壞牌的話 應該就GG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他這邊直接宣告死亡 直接被我們速攻打死 所以這副紅綠的空戰牌的話 真的是還蠻噁心的一套牌喔 基本上我覺得到下一個賽季的話 如果還沒有一些比較 能夠組合一些套... 隊伍的套型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部牌的話應該也夠打喔 再來就是最關鍵最恐怖的一場 就是我們最後一場的彈丁 基本上其實哲平在打彈丁的時候 通常都是笑著打 因為彈丁的話我覺得其實 他的那個就是濃錯力是蠻低的喔 但是這場的彈丁真的很可怕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但是後來基本上看了重播之後 去看了陣型之後呢 發現其實還有其他的解法啦 所以其實也沒有這麼可怕 那這場的彈丁是比較不熟主流的 因為主流目前來說的話大概是 就是第二季或第三季 但是他這次走的是一個快銀的喔 快銀的話就是讓我們場上的敵方的角色 是沒辦法做一波反擊的 所以也算是一個蠻好玩的角色 那這邊一開始我們抽到兩隻愛鹿貓 所以直接先疊兩隻愛鹿貓喔 那他這邊是先出了我們的小丑 那小丑的話他的招式就是 呼應之後就會召喚我們一個血寶石 那血寶石的話就是一隻空戰的角色 那我們就直接不管他繼續疊喔 那像這個套牌的話 最恐怖的就是呼應流的彈丁 但是他這邊的話 因為小丑這張牌我是熟悉的 所以我知道他造起來的話 他那兩顆血寶石 他是沒辦法再繼續呼應上去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可怕的喔 所以目前來說就是 盡量不要把怪打死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一隻血寶石給打死 然後放一隻蓋爾上去守一下 但蓋爾這邊的話 因為對面的小丑是已經被附了空戰喔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沒辦法跟他對打的 那除了來說這副牌真的就是 不要管對面幹嘛 你就是直接一直疊你的角色就對了 把一隻角色的攻擊力疊上去之後 再把他附以空戰 然後直接打過去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邊他是抵消了我的加工卡喔 然後這邊的話我就再加工上去 反正我們這副牌就是 加工加工再加工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剛才也就變成一個 三六的狀態了喔 而且我們已經可以放我們的空戰技能了 那這邊的話我又再給了蓋爾一個護盾 準備跟那個小丑來打一發 因為小丑這邊的話他的血量是8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的話 打兩次就可以把我們這隻小丑給打死了 好 這邊還做一次攻擊 那上面的話愛露貓也表現得非常出色喔 直接把對面的第一牌的那隻角色給打死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又再把我們愛露貓重射喔 那重射這張牌的話不一定 只能去重射對方的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就是來回復你自己血量的感覺 好 這邊的話我們就再繼續加我們攻擊力 反正這部牌就是加攻擊加滿就對了好不好 直接把攻擊加到滿 直接變成五六 然後把這隻打死之後呢 帶來就是我們必勝的套路啦 就是直接加我們的空擊喔 那非常推薦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等我們線拉到大家 對面快要有格子的時候再發一些招式 像我這樣的話有點就是 又有點太快了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被對面一個趁虛而入喔 看這邊的話最後一秒他直接用了一張最關鍵的牌 這張牌真的是很噁心喔 這是我們這個招洗腦 直接吸廢的直接奪取一個敵人單位的控制權 對 面對我們這種跌腳的話就是 直接跟你說 哈哈你幫我做白弓這樣的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其實當下的心情大概就是 啊 輸了慘了 怎麼可能打得贏 結果後來就是打得有點就是比較 心浮氣躁 就是比較難過的感覺 但是他這邊的話算是幫我啦 其實他這幾手都是在幫我 他直接把我中間的愛露貓回掉 讓我可以上一隻就是雙擊的卡片上去喔 那這邊的話我還在失落當中 所以我就等他打完 然後我直接 後來想了一發 我就直接上了我們卡洛斯 那卡洛斯這邊的話他又上了一個空襲 直接幫我再疊了一招我的那個卡片 直接讓我升攻 那我這邊升攻之後呢 我這邊熊火龍上面是已經使用次數是5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在使用空戰 在我卡洛斯身上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打出沉盾的傷害喔 那這邊他開了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那個 彈精的招式 就是我們的快銀 他會讓我們的攻擊速度變很慢 但是他不知道我手上有兩張莽撞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一個關鍵的比手速時間了 我這邊攻擊力是直接升到了我們9 那基本上直接先開一張莽撞 打18D對面基本上是還不會死 但是呢 我們這邊最後的一點點秒數喔 我們是直接再補了一張莽撞上去 但其實最好的方法應該就是 你可以加攻擊力在我們下面 帶著愛露貓身上 直接3點攻擊力去撞對面的蓋爾 也是可以的 希望這張解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也不會這麼的卡手 但是這一波就打得非常精彩 直接兩張莽撞直接給對面下去 對面應該也會傻眼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因為這3場 然後直接打3場 就直接從我們的C牌升到我們的B4喔 所以這部紅綠套牌的空戰牌 是還蠻推薦給大家可以去玩一波的 那9月2號的話今天是一個新賽季啦 所以到時候再來研究一下 看有沒有一些新卡牌可以來推薦給大家 那下一部影片會先上一下 就是我原本想要給大家先看的 就是龍的那個電刃煉氣的影片喔 因為基本上現在影片太多了 所以會比較卡手一點點喔 那大家對於我們這個熊火龍這套套牌 有沒有覺得非常有趣的 如果有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如果有一些主戰者的技能 或是一些牌組的推薦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我們TPPN這款遊戲囉 那結果我們今天這3場都打得很精彩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那每天早上10點、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 那每天晚上7點跟晚上9點多的影片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囉 那我們在這邊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